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那时候我压力真的很大 可是很谢谢他给我这份机会 也谢谢他信任我 给我自己自由的去发挥 让我可以真的是去完成他 所以未来我不是任何自己的任何局限 就是如果有什么机会我都会去尝试 然后对我来说得奖只是一个开始 我希望我可以再努力再加强自己 然后未来可以做得更好 虽然我在韩江执主修了新闻系一个学期就去实习 可是在这个学期里面我真的学了很多 包括采访技巧和写作技巧 虽然不是很专业 但是至少已经知道了一些基础 所以在实习的时候比较容易上手 所以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新闻系主要的老师 就是郭炳荣老师 给我们机会去采访 然后当然最后还是要谢谢韩江学院 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学院 是在Degree的时候才会去实习 可是我们Diploma的Program里面 就有给我们去实习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比别人更好 我地方